日本演藝界近年來 有不少AV女優轉型成藝人的例子 不過其中最成功的 就是由蒼老師稱號的蒼景空 今年31歲的她 當年以童言俱入走紅 6月時才剛慶祝出道13周年 目前演藝中心放在中國的蒼景空 不但廣告代言接不完 還發新單曲搖身變成歌手 據說只要蒼老師在中國有公開活動 就會引起數千人的追星熱潮 而她在網路社群的粉絲人數 竟然就高達1590萬人 這股蒼老師熱潮也引起日本媒體注意 日前她參加東京電視台的綜藝節目錄影 主持人好奇裡問蒼景空 在中國擁有這麼高的人氣 是否也為她帶來可觀的收入 沒想到蒼景空撲料 她居然不知道自己賺了多少錢 原因是蒼景空每個月都領固定月薪 而且不超過100萬日元 所以她不是傳說中的小富婆啦 讓在場的藝人驚呼連連 以蒼老師的名氣和身價來說 這月薪會不會太低了點啊 有機會可以跟雞雞公司要求加薪了吧 YES娛樂新聞中心整理報導